这个书呢好像已经不太多了 我想呢就是这个论文已经发现了 这个研究班的学生呢你都可以看的 那么我想就从这个拉开了来谈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谈一个文科学 实际上史学是一个史料学 这个是历史研究中间的一个观点 最主要的是原台大的校团 普斯年先生的观点 为什么我们套用这个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 那么对文科学来说 如果说它还存在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适用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三个表格来看这个事情 第一个表格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都非常多了 就是北京地区的文科暴力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说 以前的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 关于八月份的统计是一千七百七十二人 但是在我们的数据库中间呢 还有一份答案 这份答案是一九八四年的 北京在清查文革 就是一六问题时候的一个统计 那个统计呢 是九千八百三十亿年 这个统计有个规律啊 越统计越多的 越统计越多 所以到九一年的时候又增强 那你看超家的人数也好 被驱逐出北京的人数也好 这个相差的都不是什么百分之二十 相差的总的来说是百分之三百二十五 这是一个北京的 那我今天主要是讲广西了 那么我们用两个广西的表格 第一个呢 就是广西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我们按线排的话 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线都排出来 大概第一个是冰阳线 那第二个呢 大概是零三线 下面是那么几个线 我就一出来 那么你就看到这个官方的线制中间 那当然官方的线制也是个研究方法啊 因为它毕竟是官方正式公布的 但是官方除了线制 它还有它的内部或者机面的档案 那你就看这个冰阳线 那是死人最多的 我待会还要说到 那么在官方线制中间 只有三十七个人死亡 在档案中间呢 有三千九百五十一个人 你看相差的人数到达三千九百四十四个人 那么多鲜活的生命 在文革中间被杀 或者说被迫自杀 但是在官方历史的记载中间 竟然都萧射 这是第二个档案 第三份档案大家知道 这个广西文革中间出现了一个 全国其他文革没有的一个特色 当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特色 就是它发生了一个人是人的事件 而且我刚才要讲 它不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风潮 那么你就可以看 比如说这个在官方机位档案中间 五宣线是最厉害的 是有七十五个人 但是在官方的县制中间公开出版的 一连串全部都是零 那么从这个三份档案中间 我觉得至少可以给我们研究文革的学者 在座的很多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你们都是去查很多档案材料 对吧 查很多限制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给我们大概有那么几方面的起立 第一个就是说 实际上是文革发生以来 一直到文革七孙以后的清查运动 中共这些国家机器 对暴力死亡的统计能力呢 它并没有失去掌控 它有比较准确的档案材料 比如说北京红八月 它也能统计出来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中共的这阵子 它遇了掩盖这个真相 所以它常常封锁这些材料 那你封锁就封锁 它另外还出版了一批假的材料 就是说你看这些都是零的材料 所以这个就被我们的研究造成 人会造成不少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讲的效法 就是我们看档案的都是说 就是内部的比公开出版的要好 密灭的 总归比内部的要好 军灭的明明面的要好 军灭的当然是最好了 最接近的事实 那可惜的是 军灭的材料我们常常看不到 所以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呢 就是美国那批华语学者 包括丁树教授啊 包括我啊 我们编了这个文革 中国当代的数据库 美国的主要大学 我想大概基本上 都定了我们的文革数据库了 主要是网络本 之后最近呢 我们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出版了三十六件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那这个是一个机密版的档案资料啊 它总共有多少字呢 有三十六卷 有七百多万字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 我看的这个七百多万字 实际上我们今年还要出十多件 大概总共是一千万字的 档案资料 我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看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包括这个出版社的编辑 和我同样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背后 忍害灵力 忍害灵力啊 就是我们看的这些材料 包括我们这些研究者 才发觉我们对文革的真相 实际上哪怕是你是亲身的经历者 你也只不过是接触了一部分的真相 而这些档案中间 它告诉你的这个文革的过程和真相 这个很多事情是海人经文的 就好在这个不是海外美国国会编的档案 他是广西省委 他是中央从八十年代初派到广西的三个工作组 发动了十万干部进行调查 编出来的档案 那个不是属于海外的内势力的造谣 所以呢 他应当说是有权威性 有可信性 那么从这个档案中间我给他归纳 就是说这个广西的文革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第一把手 全国所有省事就是他没有到为国清 第二个特点呢 军队动用了数个司的兵力 这个事情他省事也是没有的 有动员军队的 但是像他这样成建制的 动不动十二个连 十五个连 二十个连 是吧 炮兵部队连续攻打监连一个小派 那么当然这个江南南接连就造反派了 造反派 这种事情很爽 第三个呢 就发生过一场旨在消灭四类分子 及其子弟的大属伤 第四个是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吃人的蜂巢 第五个特点就是说 作为一个大屠杀的自然延伸物 性暴力 非常之普遍 甚至成为某一段时间之内的 这个农村的一个常态 那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就讲军队的执着 武装剿匪和政治大屠杀 那个毛泽东的发动文革 他主要依靠军队 第一阶段应当说他成功了 他并没有说军队派到集成去 军队是作为一个威慑的 那么结果他的第二步呢 就是说把这个军队啊 直接让他介入到这个群众运动中间去 这个我想用我们研究军队的 我们还听那个孙小云教授讲 就是说这个是一场臭牌 结果呢 是把本来就比较混乱的这个群众运动 把它引向了灾难 那我这里就说举了几个理由啊 第一个就说 谁是阻碍 军队搞不清楚 第二呢 军队 中共的军队 它只有暴力阻改 正反剿匪的经验 所以你叫他去这么混乱的这个群众运动中间去啊 他还是老思维 这个文化研究有一个这个原型批评 这个原型批评就是说 他后来的这个行为方式都可以追溯他 他最初的这个政治运动的原型思维 在广西非常清楚 他用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暴力阻改 就是武装剿匪的这个模式 来搞群众运动 此外因为他是对地斗争的原型思维 所以他在这个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时候 军队是最不得手段 我可以举些例子啊 这个有一个前写的第四点 就是军队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那么他要支持一派 那他就演伤伤戏嘛 对吧 你我支持的这一派 就我是你是明抢 实际上我是暗送 这个广西的档案很清楚 就是连子所有武器啊 都是军队送给他们的 而且当时连子的就是那个大派 就是保这个违国心这一派 不敢去抢啊 军队非常着急 武装部的这个政委啊 部长跑到那去做工作 所以赶紧都来抢啊 你再不来抢就被12队抢走了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这个使得这个两派的挣扎肢体冲突 结果变成了争强实弹战争演变 最后一个就是说 军队本身派系领练 你再让他卷入到地方派系斗争 比如说这个后果就是说 那些县尾孙纪啊等等啊 如果说你是比较忠烈的 或者你是 更不用说你是反对为国亲的 一般都遭到军队干部的迫害和陷害 甚至是陷害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 讲讲这个道理啊 那么我们回过头去讲这个军队的制作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军队啊 就是很快就控制了整个的广西 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武装部 它那个武装部呢 开始是成立这个抓革命出生产指挥部 实际上就把全抓过来 后来的革命委员会呢 也都是武装部部长啊 武装部政委啊 大概90%以上都是那些人是跌把手 所以你说这个广西的大厨杀等等啊 是在一种杀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说不通 不是杀控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由组织而为之 那么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个武装剿匪的现象 大家都知道这个军队在文革中间 动用一个牌一个连的军队 都是要中央军委批的 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1968年4月份 大家知道1968年4月份 毛泽东有个非常著名的指示 就是农瓦大革命世纪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那么那个时候就说 文革大革命16条说什么呢 16条说这个 这次运动的重点 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 那就变了 就是说国民党啊 那就是说你原来有历史问题的 或者推入广之 你有历史问题的家属 那么黑五类啊等等 都是要整的对象 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折 这个广西军区 和广东军区 广东军区主要是王与盛 那个时候和广西军区的第一政委 韦国清等人 4月份在恒山开了一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就把422就定为反革命组阵 准备武装消灭 就是说那个时候 就已经定下了这个条子了 然后他们就试了一次 怎么试一次呢 就是说最大一个报告 最早的大概是个五六百人的 一个叫上龙十总的小派 就是422的组织 就抓他的什么里面 你出身有问题了 那些什么人 曾经有过什么 投机倒把 嚼戏妇女啊什么 然后把这个报告就拿到中央去 果然中央就为毛泽东同一批了 他们就出动了 我的印象好像是八个人的兵力 就很轻易地把这个五六百人的小组 再给消灭掉 然后一发而不可收 一发而不可收 大概有那么七八次的大规模的 就动用军队的围剿 最后一次就是南宁啊 他们打那个解放路 打那个展览会的时候 动用十二个年的兵力 竟然忘了上报中央批准 最后他们就恰要去写一个检查 中央军委毛泽东也就认了 也就认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在切山布告以后 所以你可见就是说 这个后来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和军队的这个做法 和他的原型思维 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军队 他一方面是采用这些出面党 另外一个方面呢 因为广西地处边垂 他那个武装民兵啊 还有枪的 那么就说有军队那些领导 革命委员会 红色政权的领导 他牵头动员五中民兵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刚才那个秦桂教授讲到 就说这个 不管是造反派啊 他也很怕挨那个黑五类的边 但是这个军队和保守派的严谨呢 你造反就是犯上做烂 你就是黑五类一样 所以那段时间之内 这个大屠杀的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身份屠杀 凡是你是黑五类这些资女 把你杀了 第二种是政治迫害 就是说 不管你是二个组织 你愿意不愿意和这个黑五类有关系 他都把你打成反革命 就是说 那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好多人都是先被组织到反革命组织中间去 他不是反革命组织 他根本不是成员 那个时候出现的大概那种新的反革命组织 当然最大的是所谓的反共救国团了 大概零零种种的 这个档案中间有两百七十几种 各种各样 什么平民党啊 什么资女的彭德怀什么后援团 乱去吧 乱去吧 那最大的就是一个反共救国团 那个反共救国团是谁搞出来的呢 根据这个档案呢 是南宁的知左负责人之业 一个叫王申江的 他搞出来 然后就把这个很快就推向整个往西 变成村村对对赤赤抓反共救国团 实际上是就是抓这个小派 就是盗凡派一边的人 就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出生于红五类 而是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全派 你反对的话 他就把你阻塞到反共救国团里进去 那个逼公信是很厉害 就是说你不承认就打死了 打死就把你埋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当然在严刑拷打之下就成了 然后就越滚越多越滚越多 那他就向中央上报 中央就批准说这个反共救国团 需要消灭 这个时间就很有限 我们再把这个讲下去 就是说下面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广西的大屠杀中间 还出现了一些非组织化的极端的恶 那第一个就是人世人 第二个就是性暴力 那么这些东西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这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军队的暴力 它绝对是有组织的暴力 那么民间的暴力呢 它是没有组织的暴力 那这里出现的这个性暴力和人世人的现象呢 它是一种 半有组织 半没有组织的暴力 所以这种暴力啊 它一方面有它的传染性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人世人 当然我有一篇文章在二十一世纪上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是这些武装部长 是这些民兵营长等等 他们带头吃人 所以有的朋友说 说这个是不是和广西的枯数有关 那个我本人的观点就是说 关系不太大 我常常跟这个我的学生们讲说 洛杉矶如果说所有的警察上街带同强奸妇女 一个星期整个洛杉矶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风气了 因为这个国家机器它应当有一个中类型 当这个国家机器摄取中类型的时候 那种可怕的事情绝对会大规模的发生 那么讲到这个性暴力也是同样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在对这些原来的弥附反败有其他的子女进行屠杀中间 必然的就出现这个土改的反潮 就是这个土改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把地主富农给杀了 把他的土地给分了 把他的财产还要分他们的什么呢 分他们的老婆 分他们的女儿 那么当然你说这个土地改革到东方大革命 大概也就是有那么十五六年过去了 当年的这些小孩地主富农家的 那么也长大 或者他们娶了 或者呢 那个女孩的本身也长大 那么当然那些武装民兵土改基地分子 他当然再想来第二次土改 所以这个也是 你就可以看到某种原型的重复 那最后我想就简单的讲一下一个经论 或者说一个这个我们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问题是 在一个没有任何战略为外患的这个和平时期 广西有大概九万到十五万人 在文革中间死于非命 根据这个击灭档案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个中间只有三千人是死于武斗 其他的人全部是有领导 有计划进行杀害 他只不过是没有用大屠杀这个词汇 那么为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军队它是主要的指挥者 责行者 他的士兵又是不得手段的对的斗争 比如说他的剿匪 你在楼子的你逃到山上去了 他竟然派人冒充台湾的特务机构 来跟你联系 说我是台湾派来了 我来救你们 那结果他跟着他走的时候呢 到一个复旧点 他把你全部杀光 因为什么 因为你通迪亚通台湾啊 而这个台湾的特务机构 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 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大屠杀中间 出现了一些半组织化的 极端恶的年生物 比如说人诗人啊 性暴力啊等等 为什么 和人性有关系吗 或者说和整个国家机器作恶 有更大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有这些都不是文革的首创 而在十七年的土改啊 在十七年的正反啊等等啊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原型 看到它的承扎泛起 当然文革给这个恶 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机会 那么所有这些 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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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